今天是猪年大年初一,祝大家猪士顺利! 当然要跟大家讲一下猪字,因为猪是我们中国的农业社会, 因为猪是长年最重要的一种加速,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叫法。 现在最普通的就是这个字,猪字。 你看看这个猪字的左手边,这个是耻字, 右手边这个是声部,很多右手边穿这个者都会读过猪字, 刚才我们讲的猪是顺利,加个二元字边,也是读过猪字。 这个猪字为何呢? 其实只是这个猪字本身就是猪的意思。 你看看夹骨文的写法,很像猪。 这个猪头是耳,是肚腩,用脚一条尾, 这个是非常像型的猪。 所以本来这个猪字就是猪的意思。 我们说马羊牛鸡鸡鸡,这个猪就是猪字。 寫成这个算书就是这样的寫法, 后来帝书解书就变成现在这个形。 所以猪本身也是猪的意思。 另外一个字,这个字是字字。 我们看看它,上面这个是猪头,这个象形。 这个笔字的两个部分呢,是两只猪脚。 中间多了个齿字,有个说法就是, 这个真的是一只箭来的。 一箭,射中有猪,哎呀,真可憐。 这个呢,就是说野猪。 所以是会去打猎的时候,是会打回来的。 那么,现在用这个字呢,通常是用得比较贬义。 如果你说一个人,狗字不语, 那就是说连猪狗都不语。 那就是这个字,狗字。 或者,这些东西都给得我吃, 狗字不食, 或者我不耻去吃那些东西, 或者那些东西,我们不吃。 狗字不食,这些东西连狗都不吃。 所以这个字呢,现在呢,很少用来表示猪的意思。 另外这个字呢,近年又听起来, 为什么呢? 因为日本人呢, 就用这个字来表示猪肉。 所以你去日本的餐馆, 你看到团肉呢,就是指猪肉。 那这个团,当然本来就是我们汉字。 它意思是什么呢? 它意思是什么呢? 意思是猪仔, 是专门养来吃的猪, 那就是为之团。 那现在呢, 又拿到这个字, 就在那个餐牌上面, 经常会出现。 那但是呢, 最常见的, 当然, 就是我们这个猪字。 这只动物, 可爱的动物也好, 或者我们养来, 爱来, 汤也好, 那也是, 叫做猪。 希望大家踏入猪年, 万事胜意啦。